由于云端城玩家的散去,野光村此时显得格外寂静,NPC们是只知默默站好自己的岗位,不会像玩家一样跑来跑去叽叽喳喳的,一路无话,六人默默来到了阿德里安的大宅子跟前时,立刻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忙碌的身影。 这姑娘真是太执着了,大家都感动了,小雨,顾飞高声尖挥手,在阿德里安家的后院挥汗如雨的六月的雨挥过头来,看到六人顺势抹了把汗后,朝几人招了招手。 这一抹之下,原本汗水漉漉看着也挺有魅力的一张脸,瞬间就像是被打上了马赛克。 又在做什么呀?顾飞上前问道,六月的雨此时半截身子,俨然是扎在土里。 我准备挖一条地道,从旁边潜入到阿德里安的地窖,怎么样,这个办法绝妙吧?六月的雨说。 这样可以吗?顾飞抹汗,不是怎么知道?六月的雨说。 你这样弄,阿德里安不会来说你吗?顾飞说。 他不是不在吗?六月的雨疑惑。 他已经回来了呀。顾飞说,刚才一大堆人这里打架的时候,他也在的呀。 是吗?我没看到啊。 六月的雨惊慌失措,连忙要从坑里爬出来。 不慌不慌,顾飞劝主,你先在这里藏着,他马上又会不在了。 哦,六月的雨松了口气,他没看到我吧?应该没有。顾飞觉得自己像在哄小孩。 你快去看看,他走了没有? 六月的雨,指使顾飞,马上马上。顾飞连忙起身,回过身时看到那五人都在痴痴地望着这姑娘。 想吸引他人的目光,其实有很多种办法。 咳咳咳咳嗽了一声,五人回过身来纷纷掩饰自己的失态。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顾飞说。 见鬼和又哥检查一下房间,又没有其他出口,展无商去守着那个地窖,或许他的房间和那里是连通的。 雨天守房屋侧面,保证他从三个方向逃出的话,你都可以给予射击。 千里和我从这门进。 有没有问题? 韩家公子说。 没。 五人应声各自其直去了。 见鬼和又哥前方转了一圈后,未发现后门之类的东西,于是重点监视窗子口。 雨天神明也选好了狙击的方位,展无商则直接蹲在了地窖上,一旁大坑中的六月的雨时不时地像个吐蕃鼠一般的冒半个头出来张望一下, 却始终没发现就在他身后不到三米的站无商。 古妃和韩家公子来到门前,扣动了房门,谁也不知道,一个躲在房间里的NPC是在做些什么,或许就是站在房门后等着玩家来敲门,总之韩家公子这门只敲了一下,就已经被飞快地打开了。 和NPC耐了性子周旋,说话是被网游小说荼毒的家伙,或是六月的雨这等憨人才会干的事。 韩家公子这种人抱着木顶来,简单明了,拿了纸条和账本朝阿德里安一甩,你妖娴狼人的事已经暴露了,死吧。 行为语言都简单到了极致,但该出事的道具都出事的,关键的意思也都表达了,任务完全没有理由不能继续下去。 相比韩家公子,顾飞也是简单干脆的人物,这韩家公子话刚料下,顾飞已经拔剑了,阿德里安刚刚露出惊讶惶恐的神色,顾飞的剑已经飞上了。 虽然变身项链狼王之尺上次就被顾飞没收了,但这次新生成的阿德里安又是一个知道狼人底细的家伙,谁知道他是不是又藏了一条狼王之尺。 狼人本就是七十级的怪了,变身出的狼王那可就是七十级的boss,顾飞绝不能给他这个机会,所以如同上一次对付阿德里安一样,飞快出手,与其缠斗。 阿德里安实力依旧,可惜顾飞相比之前和他交手时又升了十级,装备更是大不一样,上来两个双眼闪就把阿德里安烧成了没胡子的老头,两人旋风一般在屋中打斗,阿德里安完全被顾飞压制。 韩家公子原本也拿着法杖准备随时支援顾飞的,一看这局面又把法杖装回口袋了,扶着手在屋里瞎晃悠,最后停留在墙边挂放的一张油画上细细品味了。 默了感叹,这游戏做得还真下功夫哎,这油画模拟的挺细致,哎,过来看呢。 滚。 顾飞一边骂他,一边又糊糊的给了阿德里安两下。 韩家公子在屋里转得失去了新鲜感后,搬了个凳子坐在屋角,开了瓶酒,一面痛饮,一面时不时为顾飞的身手叫好。 当然,催促他再快一些也是免不了的。 顾飞斗志高昂,他将眼前的阿德里安幻想成了韩家公子,没命地砍啊砍啊的。 阿德里安果然是阿德里安,眼看不敌时又开始了上一次一样的言语蛊惑,什么帮助狼人诛杀同类啊,我的财富全归你啊,可怜他两次居然都碰上了相同的敌手,顾飞自然完全不为他的言语所动。 坚决地下了杀手。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却超乎了顾飞的意料,眼看阿德里安的身手已经越来越是不堪,完全只有等死的份。 顾飞估计啊,就在两三剑内就可以解决问题,阿德里安突然像受到了女神鼓励的圣斗师一样,不知从哪儿爆发出了无比澎湃的力量。 一旁喝酒看热闹的韩家公子也顺时摔瓶子起立了,但阿德里安却没有朝门冲,而是反向扑向了窗口。 窗户? 韩家公子飞快在拥兵频道里发着消息,只希望外面的几个家伙能及时阻止。 雷电降。 顾飞也进行了飞快的音场,他的法力在四个双眼闪后的剩余总是留有一个雷电术,一道闪电从房顶降下,劈在阿德里安的头顶。 暗夜刘光剑发出的法术可比普通法术砍杀要强太多了。 以顾飞的预计,这道闪电无论如何也足够击杀阿德里安。 谁知此时的阿德里安真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中了这道闪电依然朝那窗口蛮冲,不过脚下步伐一剑蹒跚,没了一开始爆发时那一往无前的气势。 顾飞一个剑步闪到了他身后,手腕狂抖,瞬间连点,阿德里安竖剑。 这已经是顾飞在游戏中所能做出的极限攻击了,一旁含着公子这种外行人几乎已经看不清眼的来路。 只觉得一阵眼花缭乱的紫光,阿德里安终于倒下了,在临近窗口的前一步倒下的,他高举的手臂仿佛还对那窗口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结果就在他倒下的过程中,手掌拍到了窗上,窗户呼啦一下打开。 顾飞和含着公子都没太在意,只觉得这NPC死得还真是有点悲壮。 结果就听到,扑拉拉一阵鸟泪翅膀挥动的声音,一道灰影不知从何处跳出,飞出了窗户。 什么东西?顾飞飞快冲到了窗边,含着公子也没比他慢多少,两人攀在窗檐,仰头看到一只灰色的鸽子直飞云霄。 鸽子,含着公子在拥兵频道里发出了消息。 这个难度太大了,雨天神明遗憾地表示。 他再神,也没神到可以把空中高速飞行的鸽子大的一栋靶给射下来,虽然放了一个追踪使,看显然追踪使的速度过于不计,不可能追到的。 是阿德里安放出去的? 顾飞望着地上,已经是尸体的阿德里安。 应该是,含着公子说。 阿德里安最终的爆发,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他积蓄着力量并不是想要逃走,只是为了放出这只鸽子。 鸽子当然是去报信的,至于是什么信,目前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阿德里安是怎么积蓄的力量和不可理喻的系统争论,这种问题那你就败了。 这时见鬼和佑哥也早到了城外,一眼看到阿德里安的尸体,显松了口气。 解决了,接着才问,刚飞出来的是什么呀? 可能是送信的鸽子。 送什么信? 两种可能,含着公子说。 第一,针对狼人的信,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 他被我们试穿,并不是狼人没有照他的指示行事。 临死报复狼人不太合逻辑。 所以应该是第二种可能,是这次任务的延续。 从阿德里安要挟狼人来看,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灭口行动。 对于玩家来说,当然就是专门破坏纵横四海押送任务。 阿德里安临时发出的消息,大概只是通知下一位。 他失败了,下一位全力做好准备。